歡迎回來 天下二分之勢 從中美在科技 產業 經濟方面 交鋒來看是越來越明顯了 不過如果換個角度 從全球地緣角度來看 也是如此嗎 孫先生您怎麼來看 俄烏戰爭以及台海行駛呢 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為什麼我說是二分 但是俄羅斯好像現在 還在場面上對不對 真正我覺得它是這樣一個情況 表面 實質上只剩下美國跟中國了 俄羅斯要逐漸淡出了 所以中國還是一個主角 俄羅斯基本上是一個配角了 為何如此理解呢 你要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美國看俄羅斯怎麼看 美國看中國怎麼看 美國和俄羅斯呢 當然還是一個土地面積很大的 資源很多的 但是呢 同樣的還有核子5G 那核子5G不能隨便用對不對 除非你把俄羅斯逼到牆角了 它才會用 你只要不把它逼到牆角 這個核子5G等於沒用 那麼剩下來俄羅斯 以前的經濟力 科技力 工業能力 軍事能力都在快速走下坡嘛 所以如果從美國角度來講 俄羅斯已經不足為患了 對吧 相反的中國不一樣 中國人口那麼多14億 而且是14億人口的素質很高 又勤奮又聰明 然後民族主義的這個意志又那麼強 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製造一大國 甚至於現在經濟上 科技上都已經趕上來了 你看就最近的華為的表現 連軍事上美國都感覺到被追趕的壓力 所以美國肯定是把中國當作 是唯一的最強的一個對手 來好好的對付中國 所以但是他又想到 沒有辦法同時對付兩個 所以他打算按照順序來 先對付俄羅斯 先把俄羅斯問題 徹底解決了以後 然後把所有精力拿來對付中國 這是美國過去打俄烏戰爭的 一個基本的一個算盤 明白了 所以是沒誘導發動了俄烏戰爭 這打的就是這樣的算盤 先額再中 但這樣的算盤打下來吃力 而且額也沒有垮 那麼俄烏戰爭僵持不下 美國怎麼辦 你講得沒錯 美國確實有點失算 這失算不是它戰略錯誤 戰略是對的 先對付俄羅斯再對付中國 但中間有點算計上 估計上更錯誤了 可能他本來也希望 那個戰爭儘快結束嘛 可是現在還拖在這兒嘛 以至於他沒辦法分身 那現在就轉過來 而就在這個時候 他突然發現了不對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西太平洋形勢又出現新的變化 這個變化速度超過 超過他預先估計的 他現在反而擔心北京會不會開始 要盡早解決台灣問題了 所以他現在反而出現這個狀況 那麼講到這裡呢 就剛剛講 我們有兩條線的一個分析嘛 一個是全球全體結構的 那麼現在就要轉到 中美關係這個角度 來同時看這個情勢的發展了 講到中美關係 如果從頭說起 我記得您也提出很精彩的階段論 對 我已經提過 你們要從1971年 基辛格訪問中國開始 中美就進入了所謂戀愛期 對不對 然後1979年建交之後 就進入了蜜月期 那麼之後還有一個科碰期 然後到2000年之後 小布希上來以後呢 就開始提防中國了 叫提防期 到奧巴巴上來以後呢 就開始壓制中國了 真正開始出現 比較大的變化 是特朗普 特朗普上來以後呢 一直到拜登 那這段期間呢 就是美國打擊中國了 這個美國打擊中國 就我剛剛講的 一開始的時候 中國還有點懵 你幹嘛這樣對付我 是是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 就發現到不對了 你真的在 要把我往市里打 經過一段時間 反省覺悟之後 那麼終於 現在才開始搞清楚 你美國是這樣對付我 從你的角度來講 也是對的 因為你發現到 如果不這樣對付我的話 我就會挑戰你的霸權地位 你是這麼想的 對不對 所以你別無選擇來對付我 那麼既然我的判斷 你別無選擇來對付我 那對我來講也別無選擇了 我也不可能繼續跟你挨打 所以我也別無選擇 所以現在這個形勢就發生到 到目前這個地方 中國必須要進行反擊 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邏輯分析下來是很清楚的 美國為了維護霸權決心 要把中國往死裡打 那是別無選擇 但中國也終於發覺 美國既然如此 那中國也等於是別無選擇了 所以全力來對抗 兩個別無選擇 但這個形勢是到最近 中國才開始慢慢悟出來的 其實我在2017年 特朗普剛開始對中國動手的時候 我已經看清楚這個形勢了 只是那個時候 我講的時候很多人不太同意 就認為中國可能有些地方 做得過於張揚了 什麼韜光揚火忘掉了 我認為問題不在這裡 問題重點我剛剛講了 美國已經定位 它必須要對付你了 所以它別無選擇 所以接下來你也別無選擇 我一早就講過這個道理 確實是很有遠見也看得很遠 那麼想問石先生 為何是2023 也就是您所謂的打擊期 是從2017特朗普上台之後 開始到2022告一段落 那2023之後呢 這個問題問得好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過程 中共開始被美國打擊的時候 有點懵搞不清楚狀況 而且被動有點狼狽 然後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才發現到我剛剛講的那個邏輯 就是你必須把我往私底打 我必須反擊 那麼這是一個覺悟的過程 在這個覺悟的過程裡面 也終於經過了非常爭密的考慮之後 終於在今年2月4號 正式發表了一篇 我們稱之為《習文》的那篇文章嘛 就是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 這篇文章絕對不是隨便寫的 是經過長期大量的論證之後 才搞清楚我終於把你定位 你就是霸權 而且你這個霸權不但是對我 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危害 所以我現在既然已經把你定位了 所以我已經決定我接下來怎麼做了 接下來怎麼做 然後就繼續展開了 這一切都從2023開始 所以我認為2023就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也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也是中國反擊的新階段的開始 終於明白了 也明白您一開始就說了 這2023是中美交鋒 中國大反攻的元年了 對 那您怎麼來看這樣一個大形式 那我整理了 你仔細看看 中國現在從九個方面來進行大反攻 那麼九個方面從科技到反向脫鉤 然後到金融到國際組織到外交等等一路下來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每一個來簡單地介紹一下 中國現在採取的一些什麼樣的動作 是 經過您這麼一展開 確實是相當明顯 所以能不能簡單地把最突出重點來說明一下呢 行 那麼就從科技開始談起吧 科技呢 華為我就不在這邊多說了 因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反擊力量是很大的 而且中國政府相當支持 對吧 除了這之外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注意到 中國現在對美國的高高氣產業 美光開始制裁了 這是以前沒有的動作 同時前一陣子還是對於假根者 這種特殊的稀有金屬管制出口 也是對美國的一種反擊嘛 所以這一方面呢 中國已經開始做 同時呢 我們還注意到 所謂反向脫鉤意思就是什麼 你要跟我脫鉤 我現在我主動來跟你脫鉤 然後你憑我以後 在這些部門你就不要用了 這就是反向脫鉤 是吧 嗯 所以張宗精彩喔 那接下來金融國際組織 軟實力這些方面又該如何來看 金融方面我想很多人都已經注意到 這個去美元化 在過去一陣子已經開始推動 那麼今年有特別的 就是金磚新的11個成員國 擴容了嘛 做了一個決議 就是我們11個國家的財政部長 要好好研究 明年這個時候大家提出一個 怎麼樣認真去美元化的一個計劃 包括擺脫那個Swift 如何擺 要有一個規劃出來 那麼當然另外就是 金融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什麼呢 外交方面 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 因為中國已經不能容忍了 所有國際組織是美國說了算 連G20峰會 你好不容易把我請進去 最後也是你們這個西方國家 那我現在不太理你們 好吧 我們現在另外搞的是 發展中國家的 是吧 金磚國家組織 上核組織 現在等著排隊進來人多得很 我就另起注到 這也是天下二分的概念 是吧 外交方面呢 中國更精彩了 今年上半年 一出手就正安全世界 促成了沙特阿拉伯跟伊朗 這兩個世仇的和解跟覆交 這是世仇啊 不但是世仇 而且是兩個穆斯林 不同派系的國家 中國這個做得極為漂亮 那麼接下來有可能是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了 對吧 那麼再加上了就是 軟實力方面 我們在上個禮拜也探討過 美國軟實力正在極速的衰退之中 那中國正好給它做一個對照組 那麼再在顯示 中國在很多反彈方面 是你跟你美國正好是相反的 給全世界一個非常好 很好的一個反彈的一個對照 那麼再接下來呢就是 體制 對吧 體制的美國從來認為 它這個體制是世界最好的 包括福山教授 那我以前就已經批評過 美國的體制實際上並不如 你福山教授以前說想那麼好 相反的中國的體制 也不像你當年福山教授 批評的一無是處 中國是現代化 現在出現了很多 讓西方國家都感到非常震撼了 為什麼中國能夠實現全面脫貧呢 為什麼能夠漫向共同富裕呢 為什麼中國的基建的效率 會那麼高呢 為什麼中國等等等等 那麼美國的體制更有趣了 就在昨天和前天 我還看到一個 美國最好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民意調查 調查美國老百姓 你們對於美國的政治體制的看法如何 我告訴你這個數字講出來 連美國人自己都不敢相信 但我相信 只有4%的美國人認為 美國政治體制是OK的 認為美國政治體制是有問題的63% 說明美國體制確實也有問題了嘛 所以你看 就全方面中國在進行 對美國的各種挑戰也可以等等等等 真的是招招精彩 那還有包括像是在軍事台海方面又是如何 這部分我相信所有人都很關注 對 這方面我們談了也很多了 尤其在西太平洋對美國來講 你不像這個軍事演習 美國在華海軍事演習 本來15天為什麼5小時就匆匆結束呢 很明顯的嘛 它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嘛 最近我還看到中國大陸一位軍事專家 提出一個論點引起高度的熱議 他認為今後必要的時候 中國可以先發自人 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基地 來進行打擊 為了中國本身的安全 而且這呢都代表了中國 對美國的基本思維的一種轉變 當然最後還有一個台海 那當然是中美交鋒的最後一個 一個博弈戰嘛 我相信在這方面呢 中國一定會跟美國 給美國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這果然是全面反擊的一種大形式 所以我們看到大形式出現之後 對很多人不管是中國人 還是國際方面來說呢 恐怕都會感到相當突然和意外 而甚至可能有些不解 那麼有沒有什麼樣最簡單的方法呢 讓大家能夠了解並抓住 這樣一個歷史大形式的變化脈絡呢 精彩分析 請繼續收看《評說行語》